現在要怎麼增加 其實非常的簡單 做多國語系 在那個 Enjoy 裡面已經幫你想清楚 想好了 它不像以前在開發那個視窗的上面 你還要自己做很多事情 那在 Enjoy 裡面的話 你只要什麼 Add new translation 有沒有 裡面的話 有些就幫你做好了 比如說你要給哪些國家 舉比較常見的 EN 有沒有 English 對不對 這邊就有了 然後 Regio 就是你的那個國家 是哪一個國家要用的是英文 那你可以比如說針對英國 比如說或者是美國等等 你這邊的話 就可以找到 United States United States 有沒有 US United States 有沒有 這邊 那你如果說 它的語系是英文 而且它的 Regio 它的 國家是美國的話 那只要是這個條件出現 它就會自動幫你去做翻譯 那比如說裡面 我們預設是 App 的 Name 有沒有 比如說 Hello World 那你要改成別的話 那你就自己在這邊改 那怎麼改 其實非常簡單 將來這邊會秀出中文對不對 然後你旁邊的話 你就用什麼 Google Translation Google翻譯器 你就複製貼上 那如果翻譯的不精確的話 自己再想其他的辦法 可能要有專業 專門的翻譯人員 如果說你 App 要更專業的話 那恐怕要多請教一些翻譯人員 那如果實在沒有太多時間 你第一版沒關係啊 先上嘛 反正你 一定會有人告訴你的 真的 之後會有人 因為如果你是免費的 App 的話啦 一般人不會這麼苛刻啦 除非說你是商用的 你已經收人家錢 那你做錯了 翻譯不好 那一定會有人會 對